不能重蹈覆辙 揭开西周帷幕的是牧野之战 牧野在哪里不清楚 他可能原本是放牧的荒野 在印都的郊外 因为此战而得名 交战双方当然是殷周王的政府军 和周武王的部落国家联军 由于殷上白 周上红 为了便于记忆 无妨将他们分别称为白军和红军 白军号称七十万 红军则只有四万九 这两个数字当然未必准确 但力量悬殊却可以肯定 据说武王伐咒前还进行了占卜 结论是不急 狂风暴雨也骤然而至 于是 几乎所有人都惊慌失色 唯独江太公坚持 被风神演绎之类小说 描绘得神乎其神的这位老先生 号称炎帝之后 其实是同盟军中枪族的领袖 他主战 武王便决定赌一把 结果怎么样呢 木野之战当天 阴咒王就战败自焚了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 当然需要解释 传统的说法是 前途倒戈 也就是阴咒王派出去的 御敌部队 调转枪头 反过来攻打他自己 不过 这事有人质疑 因为前途倒戈的后面 还有一句 血流飘除 楚就是棒锤 咒的部队既然已经反戈一击 战争就不可能发生 怎么会血流成河 以至于棒锤都能飘起来 所以孟子说 尽信输 则不如无输 那么前途倒戈和血流飘除 哪个可信 都可信 因为以双方实力之比较 没有殷商将士的镇前起义 全胜根本就不可能 但不会所有部队都起义 顽固派总还是有的 局部的血流飘除 也完全可能 这就要问 咒王的御敌部队 为什么前途倒戈 当然是因为殷商 人心大失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得人心 因为不把人当人 证据则是人训和人生 什么叫人训 就是活人训葬 用人做陪葬品 什么叫人生 就是活人献祭 用人做牺牲品 陪葬品和牺牲品 原始时代就有的 但前者多为器物 后者都是动物 比如马 牛 羊 猪 狗 鸡 这些动物养着的时候 叫猪 要杀的时候 叫生 合起来 叫畜生 用于祭祀 毛唇的叫吸 体全的叫生 合起来 叫牺牲 祭祀用人生 就是把人当动物 陪葬用人训 则是把人当器物 都是典型的 不把人当人 世界上还有这等惨无人道 害人听闻的事 有 比如美洲古典时代的 玛雅 特奥地瓦坎 和阿兹特克文明 便全都盛行活人献祭 方式 是先由四个身强力壮的祭祀 把人衰昏 然后取出跳动的心脏 陷在神前 阿兹特克最隆重的祭祀 大约需要两万颗这样的心脏 因此公元1487年 祭祀们整整花了四天四夜的时间 才完成庆祝神庙落成的典礼 殷商的人计也这样吗 也许吧 因为这些美洲人 很可能就是漂洋过海的殷商移民 活人献祭的仪式 也没准就是他们 从中国带去的 至少可以肯定 殷商时代的人训和人生 既有文献记载 又有考古发现 铁证如山 不容置疑 这当然不得人心 何况 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 何况送上祭坛 不仅有奴隶和平民 还有贵族 因为贵族价钱更高 一个顶一万个 杀的多的 当然还是奴隶 比如被俘的疑人 事实上 由于殷州王的嫡系部队远在东方战区 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 就是这些从来不被当作人看的战俘 他们干活时做牛马 祭祀时做畜生 现在又拿他们当炮灰 不倒戈才怪 白军中反戈一击的 多半就是这些人 血的教训呀 显然 新生的政权 要想长治久安 就必须吸取教训 反其道而行之 殷商垮台的原因 既然是不把人当人 那么胜利了的周 就必须把人当人 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 萌芽了 这就是 以人为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